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把这三大律烦恼 在一念之间放下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就做不到 这叫什么 这叫顿修顿正 圆顿大法 我们做不到 我们做不到 福有方便法 叫我们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法 先放下 执着 世出世间一切法 不在执着 你真能把执着放下 执着是见死烦恼 真能放下了 六道就没有了 为什么 六道是见死烦恼 变形出来 波若金山说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眼 六道是个梦境 这梦境是什么发生的 从执着发生 剑丝发生 剑丝放下之后 六道是个梦境 在佛法 在佛法修学 终极目标 阿六多罗三秒三不提 翻成中国意思 无上正能正求 你就正得了正求 正就是阿罗汉 再把分别放下 分别是沉沙烦恼 不再分别 为什么不再分别 假的 你分别 它干什么 不是真的吧 真的能讲到 假的 梦幻泡眼 如露如电 你把它放下 你就正得正等正求 这菩萨过为了 再把起心动念 再把起心动念放下 六根在六成境界里 不再起心动念 你就正得 无上正能正求 这给你勉强 起个名字叫佛陀 你可别认为真有佛陀 真有佛陀 那你就又起了分别执着了 你又多落到六道去 假的 明可明非常明 道可道非常道 能说得出来 全都不是真的 这一定要懂得 所以佛说了究竟你的话 大家要会体会 佛说 他无有法可说 不但是无有定法可说 实在讲 无有法可说 这真话 要以无有法可说 与自信完全相为非 到真正无有法可说 你就能起如境界了 那就回归自信了 所以从理上讲 凡夫列登不出 是有道理的 不是没有道理 只是这个理太深了 这个事情太炫了 我们能做到 但是我们怀疑 烦恼习气太重 我们障碍太多 障碍没有排除 怀疑当然有 只要有疑 只要有夹杂 你的功夫就被破坏了 不蠢了 许念佛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说 无比输胜 八万四千法门 祝福菩萨 都赞叹他这是地方 他方便 究竟 直接跟自信相应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一念佛 可是你要了解 四十真相 大师之菩萨 在那年会上 讲得很明白 都赞叹他 都赞六根 不怀疑 不怀疑 不执着 不驾杂了 不怀疑 不驾杂了 我们能做到啊 一心一意 一切实 一切处 除了这一句佛号之怪 什么也没有 这叫念佛人 这叫敬念相及 念多久才能成功 从刚才理论上说的 敬朝经常讲 若一时 一时太差了 一念 所以说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佛 我们必须得 念念相应 把烦恼习气 都念掉了 你就圆满地回归自信了